今天是5月30日,星期二是5月期止的結算日 當然不知道整個5月份 基本上先高後低形態是不會改變的 現在問題就是在月底之前 到底有沒有更加低的指數讓我們看到 或者現在的走勢對6月份的股市 會帶來什麼影響 這個才是最關鍵 我們先看看昨天的市況 昨天早市先是高開80點到18,827點 之後輕輕升幅上18,879點 原本以為市開始有些技術上的後抽 但買盤不足 加上零碎的股額又再滲下滲下 結果指數輾轉反覆 跌到18,517點才止步 相對早日來說 這一分鐘的市跌了229點 當然也創了5元和今年的新低 其後指數收在18,551點 跌了195點 成交金額仍然偏縮 即是1,104億 好了 5月份高位是8日的20321點 去到昨天的低位18,517點 全個月的波幅已經是擴闊到1,804點 1,700也好 1,800也好 或者多些也好 其實依然不重大 因為理論上 這個波幅已經可以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問題就是買本不足 那你做淡的那些 總是希望將指數壓在比較低的水平 進行一個轉倉和結算 目的當然是希望賺取賬面上更大的利益 但問題就是 好倉大戶會不會有少少反擊呢 儘管看看今天期指 結算日的情況是怎樣 有一件事我想先做一個聲明的 就是我國獅子和國獅子工作室 是沒有任何的投資群組的 大家在一些其他的網站 看到一些我的相片 或者我的分析 然後加入一些文字 其實全部都不是我來的 大家不要誤信 總之我要講股票 要做分析的 就在YouTube的國獅子工作室 和大家講 我坐著和大家講 其他網站看到我的照片 看到銀照 全部都是被人盜用的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好了 看看市場 剛才我才提到 今天是5月期指的結算日 但是經過昨天的下跌之後 移動線又再出現一個死亡交叉 就是這條20天線 進一步跌穿250天線 先看看報告 現在最低的移動線 就是10天線 大概在19421點 看高一點就是20天線 大概在19652點 再高一點就是250天線 大概在19671點 很簡單做一個其實上個分析 指數現在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下 如果大市要擺脫不斷向下沉底的威脅 第一個條件 首要的條件就是行指 一定要率先回到10邊線 或者跟10邊線糾纏在一起 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市仍然會反覆逐步沉底 這個形態這個格局 對6月初旬市的影響 是比較負面的 因為大家想想 去年的低位是10月31日的 14597 升到今年1月27日的高位 22700整個浪位升了8103點 如果市最終要調整61.8%的話 即是說今個月底不見也好 但6月初旬指數有機會下市 17693點 所以任何部署真的不要急 不要用 不過市始終來說 這個月是跌深了 不排除有少少技術上的反彈 即是後抽 如果大家在部署方面怎樣 當然是做些龍頭股 跌得深的便是薄的 其實跌得最明顯的 應該就是騰訊700 其實已經跌深了 它便輕輕穿回250邊線 如果大家想搏一搏反彈的話 證股成本大 可以考慮一些衍生工具 瑞銀UBS有一隻騰訊認購證 給大家參考 編號是16899 到期日在今年12月22日都比較長 行使價是430元2毫 實際槓桿大概是7.08倍 每手一萬估計 入場費以昨天收市價計 是870元 昨天騰訊收起313.2 跌了9.2元錢 也輕輕穿了250邊線 如果一旦有反彈的話 可能騰訊股價 會回到至少250邊線樓上 或者高跌更多 不過都不知道 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或者是後抽 再說多次 大家想知道多些16899 這隻瑞銀的騰訊認購證的 街貨和條款是怎樣 踢入瑞銀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了 與其他們有關 同時透漢 所謂的 是 感谢观看